膜是把麵粉加水調勻 發酵後蒸熟而成的食品 在南方稱之為饅頭 在北方 根據不同地域 也有饅頭 膜等多個名稱 但體型硕大 壯如枕頭的大膜 卻只有安徽富陽獨一份 形似枕頭白如玉 香甜筋道 焦金黃 此味只有影周見 東關街頭大膜張 形容的就是富陽枕頭膜的特點 張亭虎駕住富陽東關 是一個老師本分的手藝人 十幾歲時便跟隨他的父親學習枕頭膜的製作 他告訴記者 枕頭膜製作面為先 和面 揉面 發酵 蒸制 每個環節都不許有半點偷懶 這樣做出來的膜才能味道香甜 口感筋道 層次分明 3米左右的擀面杖 一頭插在面板的鐵環內 一頭握在張亭虎的手中 在給面上好勁後 一個個重三斤的麵團 被揉成陳寶寶的樣子 放在架子上發酵 發酵的時間則根據季節的變換而不同 發酵完成上替蒸制 90分鐘後 熱氣騰騰 潔白光滑 渾圓緊實的枕頭膜就出鍋了 40餘年來 張亭虎一直堅持手工製作枕頭膜 如今 他的枕頭膜通過網絡已銷售到香港 澳門 台灣等地區 在他看來 傳統的手工製並非沒有市場 特別是那些在外打拼的油子 枕頭膜已經不單單是一種食物 更是一種香愁